神秘古老的史路部落 住的房间是什么呀 我是小美 一个没有去过森林的小鬼 今天就让我带你一起进入猎人的世界 奥陆古雅酒店是全国第一家森林主题酒店 门口的这只驯鹿一定要记得合影哦 这是哈尔滨唯一一家高空酒店 一楼只设有礼宾部 来到42层才是酒店的空中大堂 看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内滑雪场 想要玩雪住这儿就对了 奥陆古雅这四个字是阴影子厄文克语 意思是杨树林生长茂盛的地方 这里就是猎人住的房子 用恩客语说叫做戳裸子 而在这个房间里 墙壁 地板 床头柜 门 也全都是使用了原木 加上暖色调氛围灯光 让你感觉非常温暖 洗手台上摆着迅露主题的洗漱包 搭配欧书丹全套备品 也非常符合森林主题 至于浴缸 则是在这个落地窗的旁边 在216米的高通餐厅吃饭 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这家乌布格马火焰特色八房 在酒店顶层 要说老猎人们就是讲究 龙鱼龙虾卷 嫩出水的培根牛柳盘 我感觉自己吃完就要出去打猎了 酒店里还有室内恒温泳池 午后十分 在旁边的糖衣上 还可以晒个暖暖的日光月 哈尔滨的冬天 下午三点可以看到绝美的晚霞 在大糖巴来一份下午茶 独享着罕见的世界美景 到了晚上还可以到 焦克坦克拉朝霞全日制餐厅 吃着不限量的龙虾鲍鱼和收鱼片 如果足够幸运 你还可以做今晚的王爷 卸下考悬崖的第一刀 跟我一起加入部落 只要住在这里 路虎车免费开随便开 走了走了 我去看冰鸟 这家猎人的酒店你爱了吗 点赞关注 带你住遍地图网上的好酒店 抖音